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阿Dee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個 蚊羊室 簡單 又長時間的食譜 怎樣才知道 長時間一夜載下去就是 要一個時間不停地看著它 另外會配什麼呢 會配一個Hash Brown 這一類型的Hash Brown就叫做瑞士鼠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瑞士上山去那些地方的時候 會喝東西 吃東西 基本上都是給一些刨絲去煎 半煎炸的薯仔來吃 所以它們叫做瑞士鼠 我已經準備了兩隻羊室 這些羊室很簡單 你在哪裡買到 到處都買到 甚至超級市場都有 通常都是急凍 所以冰出來大概放8至12個小時 怎樣熔雪呢 就是放一些菜架 飲品的地方 旁邊不要太多東西阻礙它 如果太多東西阻礙它 它熔雪時間就會增長 24個小時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 放出來室溫 放出來室溫呢 你預算4個小時 5個小時 按下去的時候 要按進去 最好處理方法 其實現在呢 我只要開了一個鍋 煎了羊室 然後呢 很簡單 先加些油 夠熱呢 就把兩件羊室放進去 煎了去 先 煎到差不多了 之後呢 就下燜的時候的三寶 洋蔥和紅蘿蔔 西芹 然後呢 就繼續炒 好 把三寶炒到全部味道都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下紅酒 先 記住哦 下紅酒呢 買最便宜的紅酒都可以了 你買了10元支 就要買10元支都可以了 是一些 譬如你喝剩的紅酒也可以 買一些 便宜的紅酒也可以 最緊要是 拿來做一個 Pot Rose 炒的時候呢 去出個味 去入味而已 那呢 就一直煲 煲到去呢 那些酒精揮發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再加另外一樣東西 好了 那現在呢 那些酒精呢 就揮發得七七八八 就可以下燒汁 那這個bip stock呢 就自己做的 啊 我家裡沒有bip stock 我不懂做的 你可以留意我的影片 第一 如果不是呢 就奢一罐牛尾湯 又或者出去買一些 gravy的 或者gravy 或者bip stock的粉 開水 倒下去就可以了 那現在呢 就滾到起火之後 滾到爆爆聲 起火了 接著呢 就蓋蓋 再調小火 就滾到兩個小時 好了 那做了Hash Brown 那些薯仔呢 就批完皮之後呢 其實如果即刻的話呢 是連面頭都不用浸水 因為其實浸水的原因 是讓它不好變色 那就是刨絲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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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你浸過水之後 你會看到它本身已經有水分 所以呢 不要再浸水了 那呢 因為你會放鹽和胡椒 那其實你一放鹽之後呢 它就會出水的了 那接著呢 再加一些木樹粉 嗯 就是平時好像煎餅一樣 會撲粉呢 那這樣的情況下 煎下去就會脆一點 OK 那現在呢 就下油 好了 那現在呢 這個鑊差不多呢 我們就會下薯仔 下去了 我記住呢 下薯絲下去的時候呢 你要弄成Hash Brown 那樣的嘛 那你一邊下 一邊鋪 一邊鋪 打枝你那個煎餅究竟是圓形 正方形 你一邊鋪 一邊鋪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你一天呢 就有一些這樣的刮 一邊在那邊看 另外呢 你要有一個長身一點的煎餅 一些橙呢 你煎到它旁邊呢 看到它開始 有一點焦的時候呢 你要看一下究竟起不起到 那你用這一 用這一類型長身的呢 才可以翻 好了 那現在呢就要翻它了 那直至到連底呢都煎到呢 Brown 甘脆呢 那我們就可以 放在旁邊 做on side 好 來了 那現在呢 過了兩個小時之後 你看看 搞定 那樣膝已經燜好了 那現在呢 哎 先放在這裡 先把本身 我們燜了那麼久的紅酒和燒汁呢 煎低它 煎到它差不多一半 那我們就可以做回洋室的sauce on top了 嗯 好了搞定了 這個汁關火 其實hash brown呢 就是煎完之後呢 用來蘸些sauce 就這樣吃的 因為一般呢 你出去吃 你一定有配菜 那我們就選擇了 做一個 漂亮的hash brown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時間 煎它的時間 下其他配料的時間 接著一路看它 究竟 煮多久 剛剛好 煮到軟了 縮了去 由本身的肉在這裡 縮到落底 這樣呢 就更加入味更加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